妈妈从小告诉我 你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一些红豆先清洗干净 加上清水提前浸泡两小时 沥出水分 直接倒入开水中 盖上盖子 中大火煮上30分钟 锅中的水一定要加足 30分钟后 像这样可以用手捏碎就可以 加上一小杯西米 搅拌混合均匀 水不够的话 可以加上刚煮开的开水 盖上盖子 精细中大火煮上15分钟 15分钟后 再来看看西米的状态 这时西米已经煮至中间 只剩一些白心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再蒸5分钟 5分钟后 西米已经完全变透明 加上红糖搅拌至融化 最后再加上250毫升纯牛奶 继续搅拌回合均匀 咱们的红豆西米糖水就做好了 天热放冰箱浓藏口感更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 拜拜